首先我们来看10月26号 美国的国防部市发布消息称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价值总额 约19.8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其中就包括了先进的地空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 那么对此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就做出了严正回应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美方应当采取切实措施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将美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正告赖清德当局 买武器买不来安全 只会让台湾更加的兵凶战危 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 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势 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 完成国家统一的大势头 谢谢观看